帶您來到貼母那裡有個四十多年前蓋的中校新村 雖然房子老舊會漏水 但是因為被政府認定說是官社 並不是眷社 所以不能夠改建 這讓住戶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浙家會漏水勉強用膠布補牆 還有牆角牆壁龜裂很嚴重 旁邊這屋的屋頂還長滿青苔 甚至有住戶的糧都被白衣啃光光 這群住在中校新村 從總統府警衛隊退役的老先生很無奈 因為他們想改建也沒辦法 福聯會蔣夫人撥的錢來蓋這個房子 那蓋房子蓋好了以後 另外郝博城市委長請蔣夫人提示 他去了福聯會的公文 就是中校新村眷社 你國防部又不又發個公文給我們 這是官社 原來中校新村被認定是官社不是眷社 只是令他們更不滿的是1968年 同時新建給周堅等四位將領住的房子 卻被認定是眷社 現在家屬都配到新屋 只是住戶出示當年建商合約寫得剛好相反 他們被認定是眷社 其他將領住的卻是官社 對於正義管理中校新村的國安局表示會爭取列入改建名單中 但能不能真的太舊換新還要和國防部再協調 只對這群七八十歲的退休軍官來說 他們還能等多久 明日新陽金洪西域 台北報導